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一个例子 有一个无线长的直线 导线 上面呢 有电流 I1 然后在它的旁边 有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这边的边长 我们定为A 这边的边长 你们不要再讲话咯 C 然后这个是B 这个上面呢 有电流 这个电流是这样子流法 这样子流 I2 那么这两个导线之间就会有相互的吸引力 好 现在你要怎么做呢 好 现在你要怎么做呢 好 现在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两个导线都有电流 这两个会有排斥力 这两个会有吸引力 但是这个排斥力比较大 这个吸引力比较小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另外就是我们用上一次倒出来的 这个粒呢 这个粒 磁粒 我说过 这个地方有时候要用正的 有时候要用负的 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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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能 实能的 gradient 什么时候用正的 什么时候用负的呢 上一次倒出这个式子的时候 那两个线圈的电流是什么方向 同方向 我们看电流是同方向 我们就用正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电流 说不准 这个电流就这个方向 而这个电流是一个圈圈 你怎么说这两个电流同方向呢 或者是反方向呢 那么我们就用它的flux 甚至两个线圈是这样子的 电流呢 都是这么流 电流这么流的时候 它的flux就从这边过来 这个电流也是这么流 flux也是这样 那就是说两个线圈所产生的flux 是同一个方向 两个线圈产生的flux 是同一个方向的话 我们就用正的 如果方向相反呢 我们算是说它正的时候是互相吸引的 我们用这个来导出势子 如果是相反方向它是互相排斥 那么这个互相排斥就跟互相吸引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判断 两个线圈的电流是不是同方向或者反方向 那么这个如果判断不出来 我们就用它的flux来判断 你看这两个flux 它通过它的flux 跟这个电流产生的flux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 怎么判断 你看这个电流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磁场是这样 对不对 这里是进去的 这个电流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磁场是出来的 这两个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势子之前 我们要说明 是的 defense 说明 相反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你现在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这个最好做一个定义 F12是什么定义 你要定义出来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电流2 的磁通 令 通过 那我们现在就用F12 F12其实是导线2 被导线1所排斥的力 排斥的力 那他要用F的 好,那么 你要用这个式子呢 或者用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就等于负的 这个就等于负的 它产生的F12 我们用下面这个做好了 那你现在就要算F12 F12 它就等于 第一 第一导线 的磁场 在第二个导线 产生的磁通 好,那么现在要求B1 B1我们就由 B1我们就由 sever law就可以知道 由 无限长的导线 在距离它 R R 远处的磁场 是等于 这个 这个 I1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做一个 取一个 取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 从这里 算过来 是R 那我们另这个轴 叫做Z轴 那这里 取一个 宽度D2 那这一段呢 就是一个面积 这个就是DA 那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们用这个 安培右手定折 我们知道电流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磁场就是这个 这个是B1 B1 这个方向是φ的方向 好 然后我们就取 这是DA 第二个 导线上面的 面积基数 我们用DA2 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 有了这个 然后再取 D2 它的长是A 宽是D2 方向也是这个方向 好 我们有了这个 就可以 代入第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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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入第二式呢 我们就得φ 一二 它是等于这两个DOT 同方向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 2π 2π R放进去 μ0 i1 A 那里面呢 这边是R 这边是R分之DR 那R是从C开始 到C 加B 好 那这个积分积出来 就等于 2π μ0 i1A natural logarithm C加B OVER C 这个是Flux 等一等我们要把这个Flux 啊 带到这个里头去 要做一个T度 啊 这个要微分 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常数嘛 那gradient不就等于0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这两个如果要能够互相移动的话 那是什么会改变呢 A改变呢 还是B改变 还是C改变呢 你看哪个改变呢 C在改变嘛 对不对 两个线圈会动的话 一定是当中的C在改变嘛 好 我们就把这个 好 写成log x 加b over x 好 然后 我们说这个x啊 要等于C Fab 那现在我们 那现在我们 这个是说 限权2 Fab 是限权2 受限权1的 吸引力 那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为 为圆点 你就画一个座标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就定它x 那这个就是x x单位向量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为分为出来 它是等于 不是 我们现在看这个 把这个 代入 Equation 1 那我们就得F 1 2 要等于 负的 它这里是负的 OK I1也照写 不过 这个地方要有一个 gradient gradient 因为它仅仅是x的函数啊 所以它就是这个 好 I1 Parture F1 2 over Parture Parture 不是Parture Parture 1 2 对 解�错 Phi 12 over Parture x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是对x来作偏为分 呢 它最后的结果是等于 这个是负的X 那么 这个都是常数了 我们要把这个常数拿出来 这个电流好像有问题 B1等于这个 512 好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I2才对 这个地方是I2才对 那个地方如果是I2的话 I2 这个就是I1 那这个是等于I2 乘上这个 那这里就变成 μ0 I1 I2 I1 I2 你把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Log X 加B 减掉Log X 它一为分的话 就变成X 加B 分之1 减掉X 分之1 然后这X要等于C 这个X X要等于C 所以它这个就是 等于 C加B 减掉C分之1 它的结果呢 就是 C加B 这个有个A 我们先写进去 A 然后这个 就变成有一个B AB 然后2Pi C加B C加B Log OK C加B 看看 C加B 应该有一个负的 应该有一个X X应该这个是变成正的 变成正的 好 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负B嘛 对不对 变成这个东西 这里写一下 X等于C 好 现在的例是这个 大小是这个 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它所受的力 朝这一边 它的力 是朝这一边 排斥力 排斥力 OK 那么 你们回去啊 自己再 把这个定义 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OK 那么就是A线圈 受B线圈 的电流 所产生的 吸引力 或者是排斥力 你把这个 E2的定义 把它改一下 好 这个题目啊 有两个线圈 这个线圈呢 N温渣 它的电流 是I2 这个方向呢 我们假定 它的方向 都是一样的 都是朝这边 OK 这两个方向 都是朝这边 这个I2 扎 这I1 怎么会写成这样子 I1扎 I2扎 N1扎 N2扎 这个I2 I1 现在要问 这两个之间 有一个距离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呢 如果是低的话 求两个线圈 的相互作用力 OK 这个 只能够用我们 最近的 用磁能 或者用 flux的 grading 来做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分析 我们先 定义 跟你要求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令 F21 为 第一个线圈 受第二个线圈 的例 我刚刚用F21 第一个线圈 我先这个地方先假设 D呢 远大于 这个是B 这个是A 半径是A 远大于A 及B 这个状况之下 求它的 相互作用力 我们可能要倒过来 F12 第二个线圈 受第一个线圈的 行李 啊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F1,因为电流是同方向,电流同方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有好几种写法,一个就是I1,I2,我们现在用这个做。 用mutual inductance,它可以等于gradient磁能,又可以等于,这个可以看成flux,这个成这个当作flux2,或者这个成这个当作flux1, 我们用这个做,那你要用这个式子要求什么?mutual inductance,对不对? mutual inductance,好,那我们就把mutual inductance的式子写出来。 我先说过,你要写这个的话呢,你要这样子,flux1,2。 第二个线圈,由第一个线圈的磁场产生的flux,它是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有关系。 这个等于M12,这个等于M12乘上,这个是I1,这个是N2,N2,OK? 所以我们就知道M12要等于N2,5,12,over I1,OK? 你不要直接去背这个式子,你记不住的。 那你现在要求这个,这个都知道了,要求flux1,2。 flux1,2怎么做?我们知道flux1,2呢?就是线圈2的flux,由线圈1的电流产生。 那么它就是等于线圈1,在线圈2产生的vector potential,做一个closed path integral。 等于这个。 好,这个是3。 那你现在要求这个。 求这个,我们知道,因为vector potential,它是等于m0,magnetic dipole moment cross r, univector over r square。 要注意,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也等于,也有时候也是用mu来表示。 是magnetic dipole moment。 好,因为a跟magnetic dipole moment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线圈产生的了。 现在是,我们要求第二个线圈上面。 由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在第二个线圈产生的a。 那就是a12。 那就是a12。 它是等于4π分至m0。 分至m0。 好,magnetic dipole moment。 好,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呢,就是由这个线圈。 我们原来是这样子了。 它有电流嘛。 电流,在这一点产生的a。 有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是指这个线圈上的电流哦。 这个线圈上的电流。 所以呢,它应该是等于n温。 第一个线圈,n温。 因为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是等于nia。 nia。 nia,ok? 所以,不是,这个a要写这个面积。 面积,我们用s好了。 所以n温乘上i温乘上第一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的面积是多少。 pi b。 我是用什么? 哦,我这个是用b2。 我这个是用b2。 不是用ab。 b1,b2。 n1,i1。 这个第二个线圈,我写错了。 上面,我始终把上面积成1。 in2,i2。 这个r是什么呢? r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画一个。 这个r。 从这一点到这里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向量。 像,它的position vector,就是位置向量。 那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dl2。 我们在这个周围啊,等于要做线积分呢? 那这个就是它的路径的激素。 路径的激素。 它是等于crossr univector。 r univector就是这个。 r univector。 r univector就是朝,也就是朝这个方向的。 我们就是写r univector。 r就是这个。 这个。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画一画。